大家好 今天乘搭單軌電車 去柴右區 因為柴右這個地方 其實在東京都算是很出名的老街 所以去那裡做一些 看一些懷舊的景點 就對了 這個真的是單軌電車 正如你現在所見到 一條軌電車 一條軌電車 柴右區 其實都被譽為 是關東 100個值得去的車站之一 其實為什麼呢 這裡搞到 有點像輕鐵 下車後可以這樣過去 就是因為 這個帳 下一集我會詳細說 這個就是人次郎 對面這個銅像 對面這個銅像就是她的妹妹 她的妹妹叫做櫻花 她的妹妹叫做櫻花 下一集會更多 因為其實她的兩位 就是一套 日本很出名的連續電影 連續電影 男人之虎 或者台灣譯名 男人真命虎 的一個 男女主角 其實主要去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博物館 一個玩具博物館 以及 買懷舊零食 你這裡也看到 很多懷舊零食 小時候你可能吃過 都會看到 太空糖 皮理事糖 汽水餅 即是那些汽水粉 又或者是那些 就是那些BB BB糖 另外一個 就放了幾個 波子機 還有一些舊的街機 這些波子機 我不是不喜歡玩 但是我每次玩到 可能都不用兩分鐘就玩完 因為很容易死 其實我在大阪的時候 也玩過 沒用 打中一些東西都不會掉下去 因為那顆子彈的重量 基本上是 因為是水蟲 所以沒什麼重量 還有一些以前的玩具 例如彈彈波 或者是那些 整骨別人 這隻刀 即是刺下去 哎呀 被人插了一刀 但是其實 它會縮進刀柄裡面 刀柄裡面 刀柄裡面 其實這裏 就是 它樓上 就是 剛才那裏 下面 就是 這個 糖果泡 零食泡 上面那一層 就是 舊玩具 的博物館 看到很多不同 種類的舊玩具 或者舊事物 例如舊的收音機 不過我 就不敢搞它 看看它現在還能不能動 除了這個 收音機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玩具 都值得一拍 例如舊的船 飛機 還有一些 一些 類似波子機 那些 那些玩具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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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掌遊戲 我想 也是類似大富翁的 那些 那些 那這些 有些 可能我們小時候都未必看到 因為 我們小時候未必可以玩到 這麼多的 遊戲 這個 可能你們大家見過 一些 我小時候都很喜歡玩這些 停車場 就是有些小車 拍車 然後 你可以 動一些不同的按鈕 令它的 停車場 可以運作 當然還有其他玩具 遙遙遙的 那些 小時候有玩 那些 遊戲機 那些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小時候有回憶的東西 所以 特別在這裡看 這些鐵皮巴士 鐵皮車 就可能 再舊一點 即是 再老一點 的 朋友 就可能 會有多些機會去玩 那 又是 和我在 橫斌拉麵博物館 看到的 一樣 都是可以有這些車仔 遙控車仔 可以玩的 以及一些 以前的漫畫 或者一些 少年 或者兒童的周刊 當然 都會有 它周圍 其實還有幾間房間 封了 封住了 有玻璃 那 你可以在外面看 裡面有什麼玩具 那 你可以畫 這張桌子上面那幾種 你可以玩 那些遊戲 足球機 可以玩 這些是 入10日圓 就可以玩的 遊戲機 還有很多 以前的 一些 玩具 例如 一些槍 那 相信 我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有沒有玩 例如一些斗槍 或者有些槍 類似 火藥那些 那 有 少少 很微量的火藥 令到你 開槍的時候 可能會有火花 或者 可能會有 一些聲音 那 日本還是 玩花火 玩煙花 都會有 或者 這個 小時候我自己也有玩過 就是 拿著一個 風 有隻馬在那裡 會自己 拿著一個風 他會跑 那 場上 可以看到 有些 例如 士兵 軍車 那類的遊戲 或者 假裝醫生 那些 我們小時候 又喜歡玩 Cosplay 其實已經 醫生病人遊戲 或者玩 煮飯仔之類 那些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Cosplay 那 都是有一些玩具 幫我們 去扮演 就會好玩 一些 那 就有些洋娃娃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搞到 搞到 吊住在 房間裡面 就有少少恐怖 但是 都有幾個洋娃娃 另外一邊 都是同一層 但是另外一邊 他又 擺了幾件 其他的 我都不知道 應不應該稱這些為玩具 已經 因為很大件 例如很大件的鐵甲萬能俠 或者這個 剛才看到那個 鐵塔 或者這個機械人 我相信很難 我們小時候 應該很難 找到一件 這些回來做玩具 那 上面有一隻 飛碟 那 沿著牆 都有很多 這些裝飾 那 另外 他旁邊 就有兩間 叫做 有兩間房 那 都是放一些 舊的事物 給大家欣賞 舊的汽水 吉他 舊的電視 舊的車的玩具 那 一直都放很多這些玩具 下去 那 那 房間的另一端 就可以看到 例如這個 那些 棒球 棒球盤 日本是很流行 這些棒球盤 在以前 出很多這類東西 因為始終在日本 棒球是相當之 輕盛 相當之多人看的運動 那 還有 裝 裝圍棋的盒 盒 最邊邊 就是一些舊的雜誌 野球界 即是棒球 另外 最左上角的就是 日活 是他們的軟線 即是日本的軟線 在日本以前 其實現在也是 有些人喜歡 在暑假 去捉蝴蝶 那些 其實我在 大阪 第一天到大阪 都看到 有人帶小朋友 走去撲蝶 真的會 真的會 不是開玩笑 這個時候 還有人會玩 撲蝶 剛才看到的 就是一些 研究的工具 這些 膠公仔 我們小時候 喜歡抽蛋 相信 都抽到不少了 不過 還有幾多隻 是 有條全屍在 很難說 我自己就沒有了 好 另外一邊 最後 就是 其實他有個電視機 一直都會播著 舊的卡通片 或者一些 舊的特殊片 類似什麼 哥斯拉 那些 在那裡打架 有很多 一直播這些片 他 不同集數 有 可能這一集 播一分鐘 然後 就會播另一套 又播了一分鐘 類似播出 那樣 到地下 就有很多 這些機 剛才沒有拍到 給你看 就是一些舊的遊戲機 有太空侵略者 有鐵板陣 我忘記了 香港的譯名 會譯做什麼 那就是這個 這個媽寶兄弟 但是那個媽寶兄弟 那個跳鍵和加速的 那個按鈕 是調轉了 所以很難玩 出來過跳馬路 就去到這個 這個地式天参道 地式天参道 都是舊街 在舊街兩邊 每一間店鋪都有它的特色 每一間店鋪都在賣不同的東西 所以 每一間店鋪都有它的特色 你就是可以在這條街走 都可能走幾個 都可能走幾個 眼光 走到盡頭 就有個廟 一般來說 叫作柴幼低色天 由於我自己本身 就 雖然就沒有一些很特定的宗教 但是對這些神神佛佛 我也是 所以沒有特別去參拜 而且我經常看到一些廟宇 用攝錄機和手機去拍攝參拜 似乎也不太尊重 所以只是在外面拍攝就算了 當然這個廟宇不是可以讓你參拜 一般的東西,求籤等都有 你會看到有一個籤筒 剛才在鏡頭消失的位置 有三個籤筒 當然這些是你自願,求籤,叫你放錢 那你是不是連100日圓都不放進去 在籤筒中抽一抽一抽 它掉一支籤出來,你就去旁邊拿這個籤文 如果你覺得求籤也很麻煩,又要搖 其實這裡有一個混勢的獅子 你只需要入200日圓 那隻獅子就會幫你抽籤 那隻獅子會幫你抽籤 然後這裡有四個選 什麼七福神 然後那隻獅子不知亂命 我又按鬼泰郎 然後按完之後 那隻獅子就會跳一輪舞 不知道搞多久 總之跳一輪舞 然後才去幫你拿一支籤出來 所以這裡我們要去等它一會 其實原本就不用等的 是因為剛才大家都看到我已經按了按鈕 原本就沒有按鈕 因為那個按鈕很麻煩 所以其實它沒有按鈕 所以它沒有按鈕 所以獅子就一直在發呆 所以後來我再按多一下 按多一下它接收到訊息 才跟我開始去求籤 即是如果我不按鈕 即是如果我不按鈕 我不按鈕 它就繼續在不知做什麼 那我也一直都拿不到那支籤 那其實我剛才那裡 我是有求到那支籤 那支籤就抹吉 好像不是很好 抹吉 但其實抹吉得來 它的籤文都不算太差 它的籤文的意思就是 你做的事都不要急 不急就自然就會成功了 那我去到最後會按鈕 去幫我求一支籤 那隻獅子 那這個籤文就不是抹吉 當然我很少求 我求籤很少求到一些大吉 而且我經常覺得 籤呢 這個小吉 對我來說很多時候 並不是一個混世的預告 而是籤文給我思考 人生或者之後的路 應該怎樣走 那今集到這裡為止 下集再見 拜拜